SCP 基金會的世界觀中 有不少神奇的存在 其中有些更強大的個體 被稱為 Supreme Divine Beings 中文翻譯是至高神性存在 這個概念其實最早是出現在 SCP 3301 基金會大遊戲中 SCP 3301 是由Dr. Wondertainment 製造的異常桌遊 以基金會為主題 而在這個桌遊中 其中一個勝利條件是召喚三個至高神性存在 這支影片就要來為大家介紹五個 基金會宇宙中的至高神性存在 中山瑪莉 Mary Nakayama 的起源來自SCP 001 代號Cat Mattress 一份契录 中山瑪莉原本只是基金會中一名普通的博士 他在15歲的時候 曾經因為失戀嘗試服藥自殺 他躺在浴缸中閉上眼睛 當他睜開眼 他身上的水已經乾了 他完好的躺在床上 在門邊 一個閃爍的身影 發著光芒 盤旋著 用一個只在他心中回響的聲音向他說話 說他有更偉大的事要做 後來他成為基金會的秘書學家 負責了一個SCP的研究 這個SCP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是一張黑膠唱片 會對數據化的數字列表產生異常影響 當被放到資料保存的文本中時 他總是會被第一個列出 所以當他的文檔被輸入後 他在基金會文檔的位置移動到了第一位 成為了SCP 001 某次語言節時 中山瑪莉二作劇的更改文檔 寫下 索爾賽91A的二級研究員 應當在20 年4月1日 與 Nakayama 博士午餐時間 向其支付5美元 但是想不到 他寫下的文字卻成真了 原來SCP基金會的數據庫本身 也帶有異常特性 所有在SCP 001頁面寫下的事實性敘述 都會變為客觀事實 在經過幾次測試後 中山瑪莉確定了SCP 011的特性 最後 他寫下了 Mari Nakayama 在本文檔保存後 立刻獲得全知與全能 揚身到 並成為神 她將超越一切時間 對著宇宙和現實 具有完全的統治權 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之下的事物 以及一切事物之上的事物 都將服從於她的命令 她將得到對在保持 和利用這些能力的同時 能維持自身意識清醒 持續的一切必要心靈性質 在她留給O5的筆記中 她提到過去自殺獲救 以及在基因會工作的經歷 讓她相信神 畢竟就這樣才能解釋 為何在這麼多異常的威脅下 世界依然能齊齊般地存在著 而發現SCP 01後 她的思索 或許SCP 01就是拯救世界的關鍵 從各種異常的威脅中保護世界 或許在一篇文檔裡 按下儲存 真的就是神的誕生 在改寫文檔後 中山瑪麗失蹤 O5議會最後決定 禁止編輯SCP 01文檔 並且如果桑蔑實體 中山瑪麗博序 或任何宣稱是此人的實體 與SCP基因會進行了接觸 應該將其引導至O5議會 以求進行談判或合作 SCP 3000是一個巨大的水深蛇形屍體 與巨型海曼外型氣味相似 它的全身體長無法測量 推測有600到900公里 它的頭部尺寸直徑約2.5公尺 身體部分最大可達直徑10公尺 SCP 3000是肉食 雖然很少活動 但有能力快速移動殺死獵物 雖然體型巨大 但它實際上並不需要養分 來維持生物功能 SCP 3000只會以人類為食 並在吃散後 會從皮膚分泌一種黏性 暗灰色物質 Y909 Y909是基因會記憶刪除藥劑的重要成分 不過這些被吃散的人類並不會被消化 而是保持在SCP 3000體內 基因會的生物學家認為 SCP 3000會分解讓智慧生物具有智慧的東西 從皮膚上過濾 最後產生了Y909 此外 SCP 3000是一個八級認知危害實體 如果直接觀察它 或是進入周圍的某個範圍內 會導致無法解釋的頭痛 沾網 恐懼與恐慌感 以及記憶喪失或竄改 在記錄中 一位研究員只是在50公尺外看到SCP 3000 並導致它瘋狂的嚎叫和臭動 最後自己撞死在潛水艇的弦窗上 為了獲得SCP 3000分泌的Y909 基因會定期給SCP 3000 衛食第幾人員 在進食後的約2.5小時內 SCP 3000的效應會減弱 深海潛水隊會藉此時機收集Y909 而負責執行這個任務的船員 即使沒有與SCP 3000直接接觸 隨著時間經過 也開始失去記憶 忘記自己的過去 伴侶 父母 孩子 自己的身份等等 並且在西醫中會被混入他人的記憶 SCP 3000會喚起每個人對於終將被遺忘的恐懼 一位研究員相信 SCP 3000是印度教中象徵永恆 無限的神 阿南陀舍沙 這位研究員最後在恐懼下 自己潛入海中被SCP 3000吞噬 亞大伯斯又被稱為古神 世神者 吞噬者 他翻覆的無垠等等 他被育幼教視作宇宙中的至高力量 育幼教是一個宗教哲學體系 其中涵蓋了多種傳統 信仰和靈性活動 內容主要來自該組織被神化的創始人 大樹是亞安的教導 育幼教教徒會實施儀式食人 人際 肉體強化 奇數 以及維度操控等活動 生物操控使得育幼教的部分教徒變為異常存在 能超越人類身體的物理限制 雖然育幼教教徒對亞大伯斯懷著尊敬 但他們並不信奉亞大伯斯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 亞大伯斯被視作亞安的薩普 育幼教的書籍中寫道 亞安通過某種方式掌控了這一宇宙實體 將這世神者的肉體用作某種護盾 並在其身體開造出一個王國 這和育幼教中的所有事物一樣 很難將其在現實和生化間做出區分 育幼教和亞大伯斯間的關係 也許可以類比成寄生蟲和宿主 亞大伯斯被描述為毀滅者和無異的造物主 以諸神和群星為食 並吐出生命 生命其實是世神者存在的自然復常物 亞大伯斯盲目且僅為本能驅使 並且有六名異界實體 《統領陪伴》 育幼教文獻把這些實體描述為 無面的原始混沌顯現 他們的真實形態是人類心靈無法理解的 在《破碎之神》相關的書籍裡也有提到統領 將它們描述為恐怖而貪婪的天使 《破碎之神》又稱為Maken 是《破碎之神教會崇拜的神》 《破碎之神教會》是一個異常宗教組織 他們崇拜基邪並認為生命或邪肉 是天生邪惡或破碎的 教會的教義宣稱 Maken的存在早於地球上生命的出現 他們理論的中心是 他們的神被破壞、分散等等 並且不再活動 教會的追隨者 試圖通過運用各種異常的技術 收集神的軀體的各部件 從而為神提供一個可利用的物理形式 SCP基金會目前持有的一些SCP 被認為是破碎之神的一部分 SCP-882 心臟 SCP-882 是一批隨機組裝的齒輪、纜線、滑輪、螺絲和傳送袋 沒有能量來源 但依然能活動 任何與它接觸的金屬都會永久黏接在上面 並在數日後成為它的一部分 它有極高強度和韌性 人類在接近它時 會出現研磨和敲打聲的緩停 只能靠向項目中投入金屬來緩解 產生高度精神錯軟的人 會把自己投入項目中 使自己立刻被壓碎致死 屍體通常會被拉入其中 且無法回收 SCP-813 眼睛 SCP-813 是一個球形的玻璃雕塑 直径為45公分 包裹著SCP-813的玻璃極易碎裂 碎裂後 所有產生的碎片 將會搜尋最近的人類宿主 碎片會侵入宿主眼部 並植入視覺中梳 接著宿主腦內 會延展出數條成分未知的金屬絲 一段時間後 宿主會常常停止日常活動 並發呆數小時 這行為會導致瞳孔擴張 並開始發出低分貝的噪音 聲音被描述為如同電氣發出的嗡聲 這行為的時間會逐步延長 直到完全替代個體的日常生活 SCP-1139 舌頭 SCP-1139由矩形灰色金屬塊組成 高約20公分 底面邊長5公分 在通過直流電後 它會通過未知方式 影響一定半徑內的所有人 這些人會開始用一種新的語言交談和寫作 但他們會認為自己在使用母語 受影響者失去了說 或理解任何已知語言的能力 語言分析表明 這個新語言是一種成熟的語言 但所有的翻譯常識都失敗 受視者曝露於SCP-139之後 被證明無法學習 或重新學習任何現實世界的語言 在SCP-01提案《閒尾蛇》中的第二部分 《破碎之神》裡 講述了《破碎之神》教會 試圖將《破碎之神》的各部分組裝 最後造出了一個巨大的金屬實體 實體吞噬金屬 並從身上長出金屬的人形個體 金屬人形殺害並吞噬人類 在吞噬一定數量後 背部破裂 出現了具有被吞噬人類特徵的機械改造個體 這個事件被稱為《001登神》事件 最後 後來SCP基金會與全球超自然聯盟合作 消滅了這個實體 但後來發現 這個實體的心臟 也就是SCP-882 並不是真的破碎之神的心臟 而是另一個相關組織 工廠製造的驗品 在基金會試罪關中 亞大伯斯與馬克恩互相鬥爭 最後馬克恩把自己的身體破碎 組成牢籠困住亞大伯斯 所以馬克恩如果被重組 就會導致亞大伯斯的解放 而下一場文化群是受到這兩個實體影響的文化 他們被稱為《奢富福希》等位於破碎之神 和《龍母女娃》等位於亞大伯斯 根據下朝宇宙觀 福希和女娃在創造人類後發生戰鬥 最後福希將自己變形為大同龍囚禁了女娃 對福希的崇拜要優先於女娃崇拜 但下一場文化群卻把修復福希 視為必須阻止的事件 且為此不惜一切代價 因為這會導致女娃越獄,引起世界末日 禪神,又被稱為《SCP-3004-1》 是一個六級Pistifat實體 它只有一部分處於我們所認知的現實中 而大部分則在更上層的維度中 《SCP-3004-1》以信仰為實 目前認為當它收集到足夠的信仰 就能完全進入我們的現實中 並造成了SK級世界末日情景 《SCP-3004-1》主要透過《SCP-3004-1》事件來獲取信仰 《SCP-3004》是一系列發生於 天竺教、東正教、英國國教和聖公會教社群中的異常事件 《SCP-3004》的發生 除了宗教外,沒有任何其他規律 但都會有《SCP-3004-2》的參與 《SCP-3004-2》是外型類似已絕種的昆蟲 彩色玻璃蟬的異常實體 雖然看似活體,但實際是由木頭和玻璃構成 《SCP-3004》遺事發生在教堂之類的信仰場所 參與遺事的都是一般人 雖然這些遺事與基督教信仰有很大差異 但參與者卻不會想離開 即便其中涉及自殘 所有人都不會阻止遺事 即便與自己過往的道德觀念相違背 《SCP-3004》遺事引起的死亡 會被認為是自然原因造成 目擊《SCP-3004》遺事的人 會對其信仰重新產生興趣 並開始勸說親友陪同出席信仰場所 《SCP-3004》遺事案例包括 宰殺身上有傳統腎痕的兒童 這些傷口中會有《SCP-3004-2》爬出 兒童會由主持牧師切斷檢禁脈殺死 《SCP-3004-2》個體會集體從傷口中爬出 最多持續到兒童死亡後6小時 由12歲兒童將主持牧師的牙齒強行拔除 兒童和牧師之後都會開始偶出 《SCP-3004-2》個體 這些牙齒會在之後的迷煞中替代聖病 閹割所有達到青春期的男性 陰囊組織會被收集起來 傳發給信仲、佩戴在頸部 被閹割者會模仿某種未知產類的叫聲 之後因失血死亡 《SCP-3004-2》個體會帶走被丟棋的鎬丸 選出一名明顯懷孕的女性戴上聖壇 躺下後分別出60隻以上的《SCP-3004-2》 和一個頭戴木王冠的死亡嬰兒 王冠會被焚化 屍體會被分屍 未知《SCP-3004-2》個體是《SCP-3004》事件的結果 或是恰好相反 在《SCP-3004》事件中 《SCP-3004-2》個體會出現在儀式中的重要部分 在儀式後《SCP-3004-2》個體會離開教堂 飛行到至少600公尺後消失 推色是回到《SCP-3004-1》身邊 為其餵食或是等待更多指令 《SCP-3004-1》將自己視作以基督教形式被信仰的神明 並且能藉由基督宗教 尤其是英國國教及天主教才施信仰 如果《SCP-3004-1》進入到現實中 會動物搔描其項目 以及使用大規模記憶刪除 將基督教從歷史記錄中抹除 理論認為切斷《SCP-3004-1》的失誤來源 將能使其徹底無效化 以上就是五個《SCP基金會世界觀》中的至高神性存在 當然不是只有這些 之前介紹過的《SCP-2845》、《SCP-3125》 也都是具有至高神性 最後再簡單總結一下 簡單來說 中山瑪麗是一位基金會的博士 某天發現《SCP-01》文檔的敘述 具有改變現實的能力 認為這可能是拯救世界的關鍵 她在文檔裡寫下自己成為神的描述 之後消失 並被歐武委員會認為是需要合作的對象 中山瑪麗在過去自殺時 曾被未知的存在拯救 這個存在非常有可能就是未來成神後的自己 亞大博士與破碎之神分別是獄肉教 與破碎之神教會信仰中的神 傳說中這兩個神創造了人類 最後兩神爭鬥 破碎之神破碎自身困住亞大博士 當破碎之神再度完整 亞大博士也將回歸 育幼教和破碎之神教會的設定其實很龐大 內部還分為許多不同的教派 還蠻有趣的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未來有機會會再來詳細介紹 ACP-3000是一個數百公里長的水深石體 有著劇情還慢的外型 接近它會引起頭痛、恐慌、記憶喪失 耐性低的甚至會陷入瘋狂 基金會將低潔任務給了它 以獲得記憶消除劑的原料 執行這個任務的基金會成員 開始遺忘自己的一切 部分員工在這種絕望撒自殺 ACP-3004-1是一個高維度實體 會藉由在宗教場所引發自殘或獻祭等異常的儀式活動 以獲取信仰 當獲取到足夠的信仰後 它將能進入到我們的現實中 並會導致世界末日 ACP-3004也被認為與之前介紹過的 ACP-2852有關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做什麼ACP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 掰掰